这是海贤老和尚开钢时的真实影像 在海贤老和尚往生六年零一百天后 人们于2019年4月21日给他举行开钢仪式 视频中两位师傅拿着电钻和锤子 将塔体厚厚的墙壁破除 砸出一个人体大小的洞口后 人们用一个灯泡探照里面的情况 然后一位师傅钻了进去 他先是将小钢盖揭开 接着另一位师傅也钻进去 两人合力将大钢盖打开 当两人将覆盖在上面的网声部揭开时 在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纷纷双手合十 大声诵念佛号 人们激动无比 赞叹不已 也为他们看到的是海贤老和尚金刚不坏法体 从开钢的那一刻起 一股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 海贤老和尚全身肌肉完好 皮肤成淡褐色 血管和毛孔都清晰可见 头部生出了密集的黄白色头发 耳伦清晰 眉毛和胡子都尚在 各地的居士怀着无比虔诚的心前来观看 目睹李靖贤公的真容法体 并且可以进行礼拜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次稀有难得 不可思议的机会 能够近距离亲眼见证海贤老和尚的金刚法体 是一种无比珍贵的机缘 在此愿有原者见闻随喜 2013年1月17日凌晨 海贤老和尚安详世纪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 他依然每天默默地匹柴 除草 忙碌于农活之中 他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不需要别人的照料 即使已经112岁 他仍然能够娴熟地穿针引线 缝缝不补 甚至可以像个年轻人一样爬树摘柿子 海贤老和尚一生坚持以虎为师 以戒为师 他虽然不识字 但他心存虔诚 一句佛号念了92年 他的一言一行 他的一举一动都如同春风话语 润物无声 在临近元季之际 海贤老和尚遇知实质 他对弟子们说他要走了 但弟子们都不以为然 还以为他随口说说 毕竟就在昨天 他还亲自下地干农活 身体看起来极其健康 活力充沛 让人难以相信他即将离去 待各地民众瞻仰老和尚的金刚法体后 应四众同修的要求 人们给海贤老和尚全身贴金 并供奉在来佛寺 很多人前去瞻仰朝拜 人们心中有说不完的话语 有不尽的追思 祈愿老和尚承愿归来 普度众生